欢迎收看新闻快讯 虽然就在不久前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诺表示 总统川普的行为的确应该深究 但在今天上午 共和党发言人却表示 麦康诺并不同意召开紧急会议 来审判川普的弹劾程序 专家表示如果参议院无法召开紧急会议 那么将需要等待至1月19日 也就是拜登就职典礼的前一天 才能按照普通流程开始审判和罢免的工作 华盛顿特区警卫队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陆军部长麦凯西已经决定 将为被部署到华盛顿特区的 国民警卫队人员配备武器 以保障总统就职典礼期间国会的安全 声明中说保障公众的安全 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而据报道 为保证就职典礼期间华盛顿特区的安全 五角大楼已经批准在此期间 部署2万名国民警卫队 预计到本周六将有大约1万名士兵在特区执勤 报道说目前已有数百名国民警卫队士兵配备武器 并且已经在国会大厦内待命 美国昨天报告了4,327个单日新增死亡案例 数字再次打破最高纪录 然而就在同时俄亥俄州的医疗研究人员发现了两种起源于国内的新型变种冠状病毒 人救人员指出在12月下旬至1月初的三周时间内 当地其中一种变种病毒在俄亥俄 哥伦布市迅速蔓延 与英国的变种病毒相同 俄亥俄州的变种病毒与普通的病毒株相比 具有更高的传染性 然而新冠疫苗在抵抗该变种病毒时仍然有效 目前疾控中心正在进行该种病毒的研究工作 洛杉矶长滩市市长贾西亚宣布当地政府将使用长滩市会议娱乐中心来作为新冠疫苗的接种站点 据悉长滩市目前已为13000多名医护人员接种了新冠疫苗 而在下周更多的基层工作人员也将获得接种疫苗的资格 这其中包括了教师 警察 家货店工人以及75岁以上的居民 而当地政府表示年龄在65岁至74岁之间的居民将可以在23日之后接种新冠疫苗 而教师和学区工作人员可以在25号之后开始接种 当地政府将在下周启动一个疫苗接种网站 在输入电子邮件和其他信息之后 民众将会收到信息提醒接种新冠疫苗 据报道 纽约州北部一家养老院爆发了新冠肺炎疫情 目前已经造成至少32人死亡 报道说 位于纽约州澳本市的养老院 圣安东尼公共社区 于12月21日开始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死亡病例数从1月5日开始激增 到目前为止 这家养老院至少有32人因新冠肺炎死亡 根据这家养老院的管理组织说 养老院目前有104人感染新冠肺炎 近50名工作人员被隔离 请继续锁定新闻快讯 掌握新闻的最新动态